212 東方日報 將整合發財巴路線減測開車 2015年7月12日港民A 12澳門消息 本報信 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理事長宋偉傑建議 政府整合當地六大博彩企業的發財巴路線 以免車輛過度霸佔路面資源 為方便旅客往來賭場及澳門旅遊景點 當地博企現時均提供點對點的免費巴士接載服務 但宋偉傑只有於此類巴士的總數過多 當中不少路線相近 且往往未在滿客邊洗酒 故促政府協調博企整合巴士路線 一車載客到多間酒店如同一班似的巴士 可載客到同區多間賭場酒店 減少路線重複的弊端 又或把旅客由碼頭口岸接載到指定交通書樓 再安排轉乘到各島場酒店 進一步減少車流量 早前 多名北區社之位也指出 北區作為澳門的重要口岸區 人口籌密 房屋密集 加上沒有足夠的交通規劃 道路負荷過重 造成交通嚴重倒處害 其中有人點名指發財巴的行走路線 及班次缺乏監管 部分駛入民居的狹窄街道 對學校及居民密集區造成交通壓力 亦構成潛在危險 而為何也有在命中 作詞不及居民居民 作詞不及居民居民 請原本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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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